有店家诈骗被查了出来 因为他们涉嫌伙同12位亲友 在旗下的商店用假消费 真诈财的手法向银行来骗取现金 因为他们假装买东西 但是却真的来说卡 这两年来已经向银行 成功套现4亿元了 但是现在被抓了出来 所以连同12名罪嫌被一送法败 第一盟甲独家授权的现场潮梯 与艺人合作的个性商医 知名设计师的现浪潮鞋 这些都只能在购坏堂连锁朝店买得到 但是购坏堂涉嫌用假教育真刷卡的方式 在银行套现高达4亿新台币 取出了大批的刷卡机 以及他们虚伪刷卡的签单 以及几百张的信用卡 根据嫌犯初步承认 他是因为欠缺资金需要现金来周转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购坏堂是一家个性品牌桥店 全省有9家连锁店 与电影知名艺人设计师 合作开发限量的潮梯 鞋子跟包包 成功创造销售额之后 近年来更进军火锅餐饮市场 年银额高达3亿 只是这样成功斩电的背后 竟然是以假教育真刷卡的方式 向银行的搬钱而来 这些大型航库的贷款人 承办人员跟他们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步伐的勾结 以及继续追查这个共换当中 犯案首法再高明 也逃不过抽丝剥茧的法网追踪 最前皆已触犯刑法诈欺 与银行法移送法办 女士新闻员叫杨宗雯瑶 特别报道